排湾族地方祈老以传统仪式为丹宁大桥的启用祈福 县长曹启宏也手持清香祭拜 感谢工程顺利完成 通车启用之后能够行车平安 简单又不失隆重的典礼后 曹启宏带领着大家走过丹宁大桥 亲身感受新建桥梁的宽敞舒适 因为丹宁大桥正式通车 不只能够保障乡亲行的安全 更能够带来便利促进地方的观光发展 因为大桥州人工湖开挖顺利 待人工湖管理站建好之后 即可开放供游客参观 来意到桥州有林后四林平地森林游乐区 来意向未来的发展不可限量 我们就要打造 岩山公路更安全的这一条路 来意到桥州 更安全更开阔的一条路 让来意向被看得见 让我们排班族的文化被看得见 这个是我们来乡的交通枢纽 经过这一次这样的一个通车引进之后 我们相信我们来乡迈入不一样的一个好的开始 丹宁大桥是连接来意向古楼村 和丹宁村重要的桥梁 通车之后可以提供便捷安全的交通管道 地方居民乐见新桥落成 今天热情的出席通车典礼见证着历史一刻 我们属于是来乡南河村 最南边的来乡的村民 要来乡公所俏中国 必须要从南河过来乡公所俏 有了这座桥的时候 工变很多节省了很多时间 对我们乡民有很大的方便 就是可以联络我们这个岩山公务 县府公务处指出 旧丹林大桥桥林已遇二十几年 因为赫博莫拉克等台风侵袭回损 上游左右两岸堤防受损严重 桥屯基础楼落街达到三到四公尺 研判河床可能有再刷身 危及通行的安全 县政府评估为老旧桥梁 经争取行政院经费 补助1.94亿元 办理整建与改建 100年的4月开工 102年5月29号竣工 后续配合师座桥梁两端引道工程 今天正式同车启用 新的丹林大桥是协装钢篮及背桥 桥梁全长346公尺 桥面近宽8.5公尺 内容包括了桥台两座以及桥顿两座 施工的方法采用悬背 以及厂称就地胶筑两种方式并行 期待未来能够带动地方 原住民特色发展 以及提高桥梁的安全 成为据地方景观的特色桥梁 评论新闻蔡立华宇商词 采访报道